一名55岁华裔男子日前 与32岁缅甸籍妻子 因为经济问题发生口诀后 妻子带着5岁女儿离家出走 妻女失联将近两个星期 至今毫无音讯 施主只好从雪州沙灯 一路南下到如佛新山寻找妻女 希望她原谅自己 看在女儿的份上尽快回家 8月20号早上她有去上班的 在我家附近先去点心间就忘了 过后三点半我有带她回来的 过后我就去 过后她就 我有连续她 她跟我讲 她要朋友带她去玩一下 会回来 过后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回咯 她就没有回咯 我对不起了 那天我是比较意气 喜欢你看到小子 粉上你回来 因为小子还在读书的 因为我们教育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给她读书的 不要这样子的给她 带着一个小子 施主透露 她发现妻女彻夜未归 又联络不上妻子后 才惊觉妻子的护照 女儿报声纸 以及一些现金等重要文件 不翼而飞 施主随后报警 之后通过妻子的朋友圈 寻找两人的下落 但至今都没有任何消息 施主表示 如果近期依然无法找到两人 她会辞去沙灯的工作 留在新山打听妻女的下落 她今天在马华地步老区会 协调员张滋琳的陪同夏 召开记者会向妻子道歉 盼望与妻女早日团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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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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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